大家好,我是Hidy 是不是很想打我呢? 我買了它回來後發現好像沒什麼可能帶出去 如果帶出去的話應該會成為焦點和被人打 所以容許我用來拍一條影片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兩個台灣網 我都分別在那裡買了衣服回來 就展示給大家看我買了什麼 以及覺得它們的質感和購物經驗 如果你也有興趣想知道台灣買衣服的質素如何 那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個網站就是我之前都經常提及的LOVEY 這個網站的衣服其實不算貴 大約是百多元一件 有時候特價是可以買到很便宜的 我有朋友在那裡買 是試過二十多元港幣就可以買到一條褲回來 我覺得很划算 它的衣服的剪裁其實我覺得有點過分 但它的質感是非常不錯的 第一件我給大家看一個畫面 因為不在我家 之前我拍片的時候穿過一件的冷衣 也做過給付出的 這件冷衣的質感是超級舒服的 我買了一個灰色還有一個白色的 這件衣服的後面下半部分 做了一個綁帶的設計 所以如果你裏面再配襯其他衣服 或者下半身的裙都會看到 就有些細節的位置 第二件就是我現在手上拿著的 這件灰白色衛衣 這個網子無論配件也好 都會和迪士尼有Cross Over 而我手上這件是Olive的公仔 我買的尺寸是中碼 但它的長度是可以遮到我的臀部 甚至到大腿的位置 我給大家看一些真實的 其實我洗了這件衣服 起碼六七次 你會看到它有刺起毛粒 但不嚴重 而裡面是做了這種毛毛質地 所以都算是非常暴暖 然後就到一條格仔的蛋糕長裙 它有分一折和兩折 所以它不是直這樣散 它是一個粗粗的去到底 這條裙其實是可以做到一個很文青的感覺 但對於我這個153小粒仔的人來說 就有少少太長了 如果我是穿一些波鞋的話 基本上它都不會碰地 不過如果我走上落巴士的樓梯 是一定會踩到自己的 它不是棉的質地 有少少鐵襯衣服 但是就沒有那麼挺身的 你會看到我一樣是穿過很多次 因為都買了很久 但它都不會起太大的毛粒 顏色都沒有淡到 它有一半的橡筋頭 後面是會有拉鍊的 所以都尚算有彈性 但就不是完全可以扯到很遠 你會看到已經很盡的了 接著就到這件橫色的燈芯衣服 你會看到其實它也有一點超大小的 雖然是小的 但它的肩膀也會落了少少 不會適合我的肩膀 而且它的長度也會在我的臀部對落 所以都是一件可以當外套也可以 當襯衫這樣穿也可以的衣服 而我買它的原因 就是它Crossover了Dexili 反斗奇兵裡面的火腿 我想給大家看 我喜歡Olock和火腿的程度 就是把它弄在指甲上 是不是很可愛啊? 這個燈芯衣服的質地 其實是非常非常實在的 就算我裡面配件很薄的衣服 外面加了它 這陣子也是絕對夠保暖的了 不需要再加其他任何的保暖措施 所以它又可愛 顏色又容易配 我就經常當它外套這樣穿出街 然後就到這頂米白色的帽子 這頂應該是沒有這款顏色賣的 之前有太多人問我 然後我給了一個連結 他們告訴我這款顏色賣光了 但我不知道它會不會再補貨 大家可以去看看 你看到這個帽子沒有這麼大頂 一開始我上網買不得試戴的時候 都有點擔心會不會回來 像草莓或者Mario 但我戴上頭上 發現意外地好看的 它那些紋都做得很漂亮的 很仔細 我戴了這麼久以來 它有少少毛毛的感覺 但沒有出過任何毛粒 而且這個顏色雖然很不吸污髒 但我這麼粗帶 到外面都不會弄到它污髒 或者吸了一些灰灰黃黃的沒有 所以都很推介大家去買 然後在我Instagram出鏡頭 都挺高的這兩個袋 都一樣是在Luffy的台灣網買的 很喜歡用 如果需要大容量的話 就會用Momo這個 背面就是有這些紫色的包包 而另外薯蛋 剛才生這個袋容量就比較小 但正常出街要帶的東西 我都可以放得完 它就是背帶來的 還有它後面是有隻三眼仔的 超可愛的 剛才Luffy它是比較走休閒的路線 你看到的衣服都是很隨便的 而第二間套它就叫做Puffy 那個名字真的有點像 我在這間套買衣服的原因 就是看到它很多不同的Style都有 有些是休閒的 有些是斯文的本色 而價錢方面 一樣都是約$800左右一件 首先就是我頭頂這個 一個蝴蝶結頭帶 也是在這間網上買的 這個也挺划算的 我想約$40多港幣就買到 那其實為什麼我會買它呢 我是看到狼人薩裡面的 幾卜芯 它戴這個真的超可愛的 它同樣都是小小 我看到它戴得這麼可愛的時候 我又很想試一下 戴人家的幾卜芯是戴得超可愛的 果然樣子漂亮是不同的 然後我身上的這件黑色衣服 都是在Foofy買的 不過它的質地 就沒有剛才Luffy那件毛衣那麼舒服 它不是鞋不是吉肉的 純粹是沒有那麼滑那麼軟綿綿的感覺 這件衣服是做了一個平領的設計 然後是一個飛鼠袖 你會看到這裡很闊 但到了手袖位是非常窄的 我自己是蠻喜歡這種cutting的衣服 因為特別是黑色是非常顯瘦的一件衣服 而且如果這個身形是比較豐滿 但你又不想太過突出的話 這一類型剪裁的衣服 都可以幫你蓋上你的身材 然後第二件也是一個冷衣服 它以小粒子來說 都可以當一個連身裙這樣穿 然後它的肩膀的斜肩設計 是有一個小性感的感覺 所以是很適合約會的時候去穿的 這件衣服的質地其實是有點厚度的 所以現在這個天氣 你不需要外套一條連身裙就可以出街了 這件衣服其實我是有點失望的 對於它的質地 它的顏色是一個偏啡的均綠色 然後做了一個假兩件的設計 就是白色衣服 然後這些有顏色的位置就是棉的質地 它是褲有一條綁帶 所以如果像我這樣的身形 是可以促著它 當一條短裙去穿 都不會說很容易走光的 但是這條裙子 寄到過來的時候 是很多這些脫線位 而且你會看到底部是沒有縫邊的 也有一點點隨便的 加上它衣服的位置 是完全不挺身 你看到它也挺寫的 所以我是有一點點失望的 對於這件衣服 我買了一條連身裙 我買的是黑色 它本身也有白色的 但是我真的很怕白色 放大效果會變得很肥很腫 所以我也是安全起見買了黑色 你會看到它下半部分 就做了一個網紗的設計 對 就有一點點細節可以做 而且你走起來都會飄逸一點 我小粒仔穿出來的長度 就會大約在小腿的中間 所以穿它的時候 我一定不可以穿平底鞋 一定要穿高跟鞋 不然腳會看上去很短很短 這件事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因為有時候你們買一條裙子 但平時自己不習慣穿高跟鞋 買回來是永遠都穿不到的 所以這件事就要大家考慮因素之一 然後就到最後一件了 這一件就是令到我最吸精 為什麼會進入這個網上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 明明是一個伯母 但我很喜歡卡通的東西 衣服也好 用的也好 我都很喜歡不同的卡通的 這一件的烏鑽 我覺得真的超級可愛 無論它的質地 無論它的顏色 無論它的公仔大小 都是完全我一杯茶來的 自從我下單之後 我每天都祈禱 香港可不可以快點凍 因為今年冬天好像凍了三天之後 就完全沒有再凍過了 這件衣服不只是外面 是看上去很溫暖 它裏面也是畫毛的 所以基本上穿了它 現在是可以焗到出汗的 但我買了它之後 我真的很想很想快點穿到 怎算好 好了說完我買了些什麼 就說一下我的購物感受 第一個網站Luffy 其實它大部份的貨都是有現貨的 所以寄過來香港的時候 其實都蠻快的 只要它的貨齊 三日至五日之內 就可以收到 它的運費是可以接受的 我記得我買了兩次 每次都是約80元左右的運費 就用順風的 而且價錢方面 我覺得是非常合理的 因為它的質地也不錯的 而第二間Kofi 我覺得它的優點 就是在網站設計方面 它們是做了不同身形的模特兒 穿了衣服的效果 所以消費者可以憑著 它們兩個不同模特兒 去想像一下自己穿出來的效果 會是怎樣才去想入不入手 它們一樣要運費 我這次買的經驗衣服 就用了100元運費左右 而時間方面 如果衣服齊 其實很快 都是大約三至五天就會收到的 但這次因為有件衣服 一路缺貨 所以我由12月29日錄單 去到1月7日才收到所有的貨 而且質地方面 我覺得它沒有第一間Kofi的質地那麼好 價錢方面兩間真的差不多 甚至Kofi有些減價的貨品 都真的挺便宜的 所以兩間它比較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Kofi 但因為Kofi他們的款式 很多時候都可能是Cross Over 還有一些卡通人物 就少一些Seaman系列的衣服去買 它的範圍沒有那麼大 所以有時候想要多些圓化 我就會去其他的網上看 我接下來都會繼續努力去發掘更多不同的 可能試試韓國 可能試試其他台灣的網 或者大家有什麼推介的網 都可以告訴我 我就去試試買來做個review給大家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的影片 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的影片 每個星期六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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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一些看過 我的朋友 我其實都會有本当人 我可以去看